4.4 0.6 什么种类的回收物 还有称重几公斤 统统记录下来 星期四早上9点到12点 固定做资源回收 来到大桶里的黄金支收站好忙碌 为了垃圾减量 系纸大桶里投入黄金支收站 志工们也支持加入 里面也很配合 早早的清理家中不要的东西 垃圾变黄金 换垃圾袋也做环保 虽然整理回收物 还有搬重物很不容易 但是志工们很乐意 讲着赚的辛苦钱 用来做爱心 营运的收入 我们都拿来美化环境 大桶里的环境 还有做一些 还有我们的 营法族俱乐部的共餐 里长就是有一个口号 就是垃圾变黄金 黄金变爱心 然后我们的里长 还有志工都很用心 画张乱为美化的点 这个我们也用了 我们这个回馈金来用 然后其他最大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把这个钱拿来做 我们营法族俱乐部 以及据点的这些长者们 他们的共餐的一个费用的一个补贴 比如说我们共餐 餐如果是70块钱的话 我们会补助他30块钱 所以这些钱 我们是拿来照顾我们里内的这些长者们 垃圾变黄金 再把黄金变爱心 大统里黄金资收站成立三年多 越来越多里民参与 也让资收量成倍数成长 而现在他们也将回馈金 用来补助银法俱乐部 共餐使用关心长辈 还有作为里内环境绿美化 也因为有这份心不觉 做的辛苦 志工是越做越起金 做资收是很辛苦啦 不过想说可以造福里民 可以造福社会 我们都非常的乐意 我们的志工也非常的开心 做得非常的开心 在去年开始我们的纸类 除了纸箱之外 报纸杂志之外 我们还多了一个叫纸容器 大家吃便当的纸 或者是铝箔包装的这种纸 是属于另外一类的 这个是要做分类 资收站有一些东西是不收 跟大家做一个宣导 像保利笼我们不收 那我们民众如果保利笼 要怎么办 就是丢垃圾的时候 前面那台车是垃圾车 后面那台车也叫资源回收车 就把保利笼 就丢在后面那台车子上面 现在纸类回收物 还多了食用纸盒 当然还有很多物品是不收的 里长也希望里民配合 星期四早上的 大同理黄金自收站固定开张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为环保 为居住环境 敬奋行李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